横峰银行于上周六12月21号 在Gallaria Intercontinental酒店 举行一年一度的圣诞晚宴及才艺表演秀 总行各部门及各分行的成员们 均盛装出席 一起庆祝圣诞及新年 董事长吴文龙 颁发奖金给服务满十年以上的员工 并由各部门经理 代表上台接受年终奖金 让员工们在辛劳一年之后的岁末年终之际 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圣诞参宴 横峰银行上周六12月21号 在周际饭店举行年终圣诞参会 员工们也为这一年一次的难得聚会 盛装打扮共聚一堂 总经理张永南首先上台致辞 为一年来的盈利和成长与大家分享 并感谢董事长和董事会的领导 吴文龙董事长感谢全体同仁 一年来努力做好的工作 才有今天令人满意的成绩 横峰银行2013年第三季结束之后 被财政局评为是表现卓越的五星级奖 第一次参加横峰银行圣诞参会的 经文处夏季昌处长 在致辞时也感谢横峰银行 对美南地区所做的贡献 并祝福新的一年农马精神 马到成功 随后 吴文龙董事长颁赠金项链给资深干部 表扬服务满20年的马雪军 和15年以及10年的工作人员 最后全体员工期待的年终奖金 由各部门主管上台代表接受 表达了公司对大家一年来 优异表现的感谢之意 借着美酒佳肴当前 宾客员工举杯共庆相互祝福 舞池中一对可爱的小伴侣 也大方地舞动脚步 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 现场的乐队演奏着一首首怀旧老歌 让现场充满温馨优雅的气氛 最后压轴的才艺表演 是由恒丰银行员工担任演出 精心编排的舞蹈和乐趣演奏 展现出员工们多才多艺的一面 台下也抱以热烈的掌声 回应台上的表演者 彼此鼓励成长 邻居着和谐团结的气氛 准备迎接来年更多的挑战